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怎么在J4去做路径分析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板块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的Explore Explore这个板块的话也是谷歌J4它的一个自定义报告的板块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网站的路径呢 网站的路径指的是网站的网页它的一个流量的情况 比如说用户从这个网页然后他从这个网页 他后面他的一个路径是怎么样的 他从这个网页后面又访问了哪些网页 这个对于广告或者网站运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去创建这些的报告呢 这里的话我就以谷歌它的一个网站来举例子来实操一下 我们首先来到Explore这个界面 我们选择这个Path Exploration就是路径分析这里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的话 他会预设一个报告给我们 我们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我们的需求去调整的 我们进来之后先看一下 左边这里 最左边这个是一些变量 左边右侧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设置 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左边的变量这是我们是额预设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左边的这个 Segments 我需要在左边的Segments 添加了我在右边 他才会 他才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美国的流量US 那如果这里没有设置的话 他就不可以选 呃这里设置 他并不会影响到报告 我们只在这里的选择 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报告的分析 比如说我这里选了美国嘛 他这里是这么多的 四万八 那我把它移除了 看一下 他就八万了 对吧 所以说你在左边的设置 他不会影响到报告的 只有在这边 中间这里 他选择了我们的一些参数 一些属性之后 他才会影响到整体的报告 对 然后Segments 我们要分析的那细分的部分 我们要分析了细分部分 所以在这里添加的 呃可以在这个加号去添加 我们要细分的一些呃群体吧 我们可以进来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 是可以通过一些 自定义的细分受众细分群体 或者预设一些细分群体 我们都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预设的 比如说这个US US我们点这个 这边三个点 我们点进去 然后点这个Edit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怎么去定义的 这个US他代表的是国家ID 对 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需求 去自定义 这样的一个细分 下面的话是dimension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维度 那比如说呃 事件的名称啊 性别 国家 设备类型 等等都可以的 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加号来添加 对 这些呃都是预设的 我们可以看根据日的需求去添加就可以 matrix 就是我们的一个指标 我们要看的哪些的数值 就可以在这里添加 比如说呃活跃用户数 往总体的用户数 有事件技术这样子 这左边的话就我们可以预设一些呃 我们需要的参数在这里 但是他并不是呃 实际应用到我们报告的 应用到报告的话是中间这一个部分 对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tank code 他就是我们刚说到用的他这个模板嘛 path exploration就是入境分析 那刚刚也说到segment的话 我们如果需要分析 如果需要分析某一部分的流量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添加 比如说刚刚加 刚刚说的 我只想分析美国的流量 那我就在这里选择 对 那我们想要选择这个前提是在 在左边这里是有添加的 大家可以明白 node type 就是我们这些 这些就是node 就是这些节点 就是node type 呃 这些是呃默认的 你就不用动它 对 就从这几个方面 比如说从事件名称啊 或者网页的标题 呃 对 还有一些网页的名称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 来分析 这里的话 建议大家 大家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会减少一些 呃重复的一些 节点出现 blay down的话 我们要怎么把它呃 分析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 世界名称啊 这样子 世界名称 对 它就会以世界名称来 这样子 来细分 我们也可以选择 先把它 只它只能按一个 比如说我们按 国家 国家 它是不行的 我们看一下 设备类型 这些都是不行的 我们 只能按 比如说呃 世界名称来细分 这个value 就是我们要计算的值 对 比如说我把它先 关掉 然后这里选 这里的值指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matrix 比如说活跃用户数 这边 显示的就是活跃用户数的 数值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会有也可以过滤 比如说我们想过滤 比如说按照世界名称 我们会想要把哪些呃 世界名称筛选出来 都可以在这里筛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筛选 左边这两栏就说完了 右侧这里就是报告嘛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呃 想要的一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点这里start over 就可以重新开始设置 我们可以设置开始的节点 或者从结束的节点往回推也可以 或者说从一开始往后面推都可以 我们就回到网站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ge对应的网站 比如说我们想分析呃 这个类目下面的一个子类目 比如说这个包包 那我想分析这通过这个页面进来 它的一个流量它的去向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分析 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式 比如说呃直接是呃网站的标题 或者说是路径都可以 一般我们看路径会比较清晰嘛 就会选择这个选择之后呢 它会出来这里 我们要点这个搜索 我们先回到这里看一下 我们要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在这里搜索一下 去掉下面看一下 对然后它就会出来 就是这个页面 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 它会默认有下一步 那我们怎么添加更下一步呢 我们点击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没有数据的 我们再点一下 它就会出来下一个步 我们也是这样的 同样也是可以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选 选这些类别 比如说我们要看它的世界名称 也是可以的 对 比如说这一步 单单看这一步的世界名称 也可以 对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的话 也是一样的 也是点这个 它就可以往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 形式去分析我们的一个路径 对 刚刚也说到它是可以往后 往前推的 我们就可以停下一个结束的节点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网子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产品 或者说我们一般比如说我想分析啊 最后加购的用户 啊 但是这里不是非常好分析 看一下 对 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 从购物车出去的用户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包含这个 可以收一下 这就是购物车的页面吗 我们就啊 进来这里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这样子 直接点这里 它会 它就会回到前一个步骤 前一步 对 都是这样的 对我们可以看到 从哪些页面加 到了购物车 甚至我们可以分析 发起结账 或者说购买钱的一个步骤 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去分析网站 看看我们有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怎么去分析网站它的一个路径 对 我们可以通过啊 追负它的一个预设的报告 来自定义自己的报告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